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演变 都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要追溯武术的起源 我们需要穿越到远古时期 在那个受多人少的原始社会 自然环境十分的恶劣 狩猎就是人们为了生存而必须进行的活动 人们在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 一辈辈人习得了一些徒手进行的动作 比如说拳打、脚踢、躲闪、跳跃、跌摔等等 后来又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实质或者木质的工具作为武器 也就逐渐掌握了劈、砍、击、刺、质等技能 那这些动作和技能就为以后武术权种和器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 部落出现了 部落之间为了争抢地盘和食物 时常会发生争斗 这种经常性的部落战争 就使得人们的搏杀技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 其实武术作为一种鸡鸡树它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 人类的防卫意识和认知水平就决定了 鸡鸡树在其萌芽之初都近乎相同 只是在以后的社会发展当中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性格才造就了不同的鸡鸡树 而中国武术正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进展之下 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古代武术的发展和演变 所谓的古代武术是指由先秦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期内的武术活动 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 古代武术也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初始期、发展期、成熟期和繁荣期 古代军事武艺是古代武术萌生的重要文化园 在先秦时期 决力、剑技和武武逐渐地从军事武艺当中分离 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出现在社会舞台之上 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的动荡导致了阶级的风化和民间习武之风的盛行 我们在武侠电影当中见到的侠客的形象 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明显进步 铁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兵器生产 这不仅仅改变了兵器本身的特征 也发展了武术的格斗技术 那这一时期的将军统帅、文人默克 他们都以配剑和论剑为荣 五月春秋当中所载的《月女论剑》 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剑术的发展 有这么一段文字它是这样描述的 叫做《论首战之道》 道有门户亦有阴阳 开门闭户阴衰阳兴 凡首战之道 内时精神 外时安宜 剑之似好富 夺之似巨虎 不仅形象地阐释了剑术使用方法的精妙 更是进一步提出了开与臂 内与外 形与神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那么到了秦汉至隋唐 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之后 与先秦时期的武术相比 这一时期的武术活动 有了长足的发展 无论是徒手还是器械 其内容和形式都日趋丰富 汉唐时期 不仅脚底相扑十分盛行 刀剑的技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我们都十分熟悉的 唐代大师人李白 和被称为剑圣的裴明将军 都是武剑的高手 而这首快制人口的诗词 除了剑术的凡胜 刀术 棍术 枪术 在这一时期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此外呢 始于唐朝的武举制 也开创了以吴勇选拔人才的先河 虽然其考试的内容 不能完全等同于武术 但是也给普通的百姓 提供了一个通过个人武艺 而进阶仕途的机会 这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的上午之风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进程当中 宋元时期 是一个成前起后的重要阶段 那么两宋时期 经济空前的繁荣 城市规模也逐渐的扩大 市民的阶层也出现了分化 受汉唐文化千年滋养的武术 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它的成熟期 武术的逐步成熟 主要体现在套子武术的产生 还出现了较为完备的拳棒擂台赛 同时还能看到武术与戏曲 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 群众性游异场所勾篮 瓦瑟在宋朝出现了 南宋瓦士表演者 为了招揽更多的观看者 经常会在表演前 穿插一些节目来吸引观众 吴兹木在这个《孟良录》当中 这样写道 先以女瞻树队打套子令人关堵 然后以履历争交 那么所谓的套子呢 就是两个人按照固定的招式进行演练 南宋瓦士出现的套子一词和表演形式 对于后来武术套路的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眸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明清两代是古代武术发展史上 最为繁荣的时期 这一时期武术的繁荣发展 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上 更体现在武术理论体系的基本建立 以及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上 首先我们从技术层面上看 这个时候众多的武术权种流派 在这一时期都得以形成和发展 明代的抗国名将契机光 在他的技巧新书当中 就记载的拳数就有16种之多 比如宋太祖三十二十长拳 八闪翻等 郑若增的江南经略 也记录了诸如赵家拳 批挂拳 张飞神拳等拳数名称 而我们十分熟悉的十八般武艺 在此时也有了具体的名称 此外武术理论的成熟也是武术繁荣发展的标志 唐顺之的武编 虞大游的正气唐吉 契机光的技巧新书 练兵实际 还有何良辰的镇绩 郑若增的江南经略 等一批射籍武术的名著 纷纷呈现 这一时期 中国武术也有了与邻国在武技方面的交流 特别是中日武术交流活动 在明代达到一个高峰 我们都知道日本刀 它是很为中国军事家 武术家所称道的 日本的刀法也被引进中国 而中国武术也传入日本 对于后来空手道 柔道等运动形式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入清以后 清代武术与明代武术最大的不同 体现在民间武术 已经从军事武艺当中分离 并且加强了与传统文化当中 哲学、兵学、宗教、养生思想和方法的 相互借鉴与融合 而更多的武术权种门派 在这一时期大量的涌现 总之呢 整个古代武术的发展 呈现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集中显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 近现代武术的演进历程 从这个近现代的这个武术啊 主要是指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武术发展 民国时期 武术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第一 武术成为学校体育课的重要内容 辛亥革命以后呢 近代教育逐步的发展 武术能够被列入学校体育课程 主要是受尚武图强 振奋民族精神的风气影响 第二 马良组织民间武术家 创编中华新武术 他将传统武术和冰式体操加以结合 那么这一个创举呢 它是具有进步的意义的 但是它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 最终也就是昙花一现 在新文化的浪潮当中被淹没了 第三 精武体育会的影响 提到精武会 人们就会想到一代宗师 霍元甲 霍元甲的故事啊 我们在电影电视剧当中 早已经耳熟能详 这样的联系 在中国近代体育史和武术史中 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 孙中山先生曾经在精武本纪的序当中啊 高度赞扬了精武会的尚武精神 第四 就是南京中央国术馆的成立 和精武会不同 国术馆是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 有组织 有计划 有目的地发展民族国粹 中央国术馆曾经于1928年和1933年 举办了两次国术国考 并且呢于1936年应邀参加了 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 可以说中国武术代表团啊 寄精四作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成立 自那时起 武术逐步完成了体育化的改造 成为我们今天所见之武术 那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术发展呢 前一段时间 我对著名的武术教练吴斌先生 也就是李连杰的师傅 进行了一次深度的访谈 那在此基础上 我写了一篇题为 新中国武术70年发展历程解读 及当代思考 发表在首都体育学院的学报上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了 现在呢 我想谈一下武术这一个词的由来 和它的概念阐释 武术作为一个专有的名词 它的概念呢 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的 其实真正使用武术这一个概念呢 是近代的事 尽管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 在萧桐的文选中 就记载了南朝宋 炎炎年的一句四言诗 眼壁武术 阐阳文令 这是武术一词的诞生 但它却与今天武术的概念相去甚远 关于武术的概念 古代文献记载当中 有许多不一样的名称 比如商代称泉勇 春秋有季基 汉代有武艺等提法 而武艺它在词源当中的解释呢 是指旗 射 击 刺等军事技术 可见古代武术的寄击功能 和作为军事五倍的用途 是十分显著的 明末清初是中国武术 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时期 形成了全种流派林立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民国时期 武术更是一度被称为国术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正式确立了武术的体育属性 明确将其称为武术 成立于1990年的国际武术联合会 也将武术的英文名称 正式定名为武术 W SHU 也就是我们的汉语拼音的全拼 中国武术协会 曾经多次组织专家学者 对武术的概念进行讨论 并且将其定义为 武术是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 以积极方法为基本内容 以套路 格斗 功法为主要运动形式 注重内外兼修的民族传统体育 透过这个定义呢 我们可以捕捉到几个关键词 武术的理论基础是中华文化 基本内容是积极方法 这也是武术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而运动形式则包含了套路 格斗和功法 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 武术是内外兼修的民族传统体育 希望通过这样的简单的介绍呢 大家可以对武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